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先生好 林先生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现在热点的事情比较多 大家最关注的是G20的高峰会议 已经在日本大阪已经举行了 现在受人关注的是大国的领袖都涌集在大阪 世界的经济议题要进行探讨 而且最关注的是这一次我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面 那么见是肯定要见的 但是要谈什么 请沈先生 沈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点评 谢谢啊 其实林旭先生刚刚从中国回来 刚刚下飞机今天还是有时差 非常感谢他能赶到这个节目现场 那我是知道跟大家一样 就是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都已经抵达大阪 习近平主席是因为有个时差 但是据说已经跟日本一些政要见面了 那大家等于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件事 对吧 实际上这个G20会议每次G20都是议题很多 但今年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 对吧 就说白了 又在日本举行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很奇怪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是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 美日有个安保条约 但是真正的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 就中国金属国跟日本是最多的 那这个意义上来讲 日本逐在中间 人家说安倍有一次挑战也有一次机会 挑战就是实际困难 对吧 现在美国人不太说困难 都说这个Challenge 对吧 一说Challenge就是不好过的事 所以说安倍能不能在这个结果上 把握这个机会就是一个话题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应该有一个人要提一提 就是金正恩 金正恩这个这个年都被孤立的不行了 你看中国这个三番五次 成为恨不得第四方力量 是吧 如果这个日本这个安倍能在这个里面 起一个这种所谓调节的作用 能成个他就成个双赢 要不然日本讲来比较麻烦 因为日本的国家太小了 你要到过日本的人呢 他每次日本这个一般的老百姓 看的日本这个地图啊 就很叹气 对吧 我最近实际读了一本书 这跟好我关于麦卡瑟回忆录 对吧 就是跟我们在老对手了 跟着你 他在说讲怎么占领日本 等于他在占领日本把它改完成 所以今年的大家都在瞩目日本 第二就关于这个会 其实咱们俩可以预测一下 一般来讲呢 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最难 什么最难呢 预测未来 如果能预测未来的话呢 大家都都是亿万疯了 为什么就预测到那个六位数 那个Lottery你股票太慢了 股票太慢了 这个Lottery多好啊 但我们怎么 我就预测一下呢 我是觉得呢 这两个领袖到了以后呢 会有一些很积极的这个东西出来 不见得一下能把这个中美贸易战 全部都解决 我觉得解决不了 这是第一个印象 他们俩见面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 对 但是呢我估计会有些实质性的突破 也就是大家呢不要再往下边再往下搞了 为什么有那么的估计 因为美国马上要大选了 你看最近有几个重大问题 川普总统实际让步的 两件事 我给举个例子 一个是伊朗问题他没躺 最后一个他没躺 第二个是非法移民他没抓 这个话晃起以后 一般你说政治家你说这个言必行 行必果 你说了以后没人说他不在乎 他明天我打你 明天早上我不打你了 对吧 他可以做得出来 也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呢 这个在这一点呢 所以我觉得他为了自己竞选呢 可能会在某一个方面 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 达成哪一个点呢 据说呢美国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华为的事 就是说 因为我今天看了看那个 美国这个就是这个官方的一些解释 就是说也是透过第三个人解释 说华为这个事情你要 第一税我要全免 第二这个华为的你要给我解除 这个禁令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不至于美国 这个中国能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 对吧 等于这个跨了一大步了 对吧 为什么有这个讲呢 就是要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一年摸索以后 发现这个 甚至有点像这个韩战或者抗绵长 有大家摸出对方的一些套路出来了 对 另外也发现美国中国这一年吧 经济好像也没坏到哪去 对吧 因为这个中国习主席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一个大海 我们不是一个小湖 对对对 当然这个我还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虽然我们现在是美国公民 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燕黄子孙 在世界上是不分国籍的对吧 我们都知道1840年的时候 那个鸦片战争 中国这个 就中国人对于这个自己的民族的一些 持误的事情是记忆犹深的 美国人不理解这个东西 西方人也不理解这个 西方就钱 你看按照法律办吗 这个条约吗 条约都是平等的吗 尤其在美国英法体系里边 它有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你拿一个水壶 可以搬一个茶杯 这也是平等的 我们这个概念就不一样 我们认为叫上权辱国条约 中印南京条约 中印南京条约 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 我觉得西方他们对中国历史还是研究的少 我觉得他们也研究也错了 就有的时候甚至我可以在经济上 我让你一步 但在这个历史上写上 绝对不能写上这个重重的 这就所谓这个上线 这个我就觉得我非常理解 你也 咱们都是这个年代过的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点 所以我还有一个店 就是我知道那个川普总统呢 跟习主席也没 就从北京没有见了 在这次见面以后呢 我觉得在姿态上 他们俩如果说握握手 说他就谈得比较好 对股票是个好处对吧 你不谈到股票吗 对整个美国经济大的发展 是一个好的印象 当然我觉得谈 可能还是要往下走 实际现在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是 我们俩预测一下 你这三千亿美元还会加税 你觉得会不会 你在外贸领域行业比我做得多 我是感觉到这次G20会议 我觉得中方对这个会议 抱的希望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发展国会呢 因为经过去年五月份 中国叫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定义我们这边都说 Train War 对我们这边都叫贸易战 对吧 不管怎么说实质是一样的 对 加税和不加税 对对对 从去年 从前年 习近平和这个谁啊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 一直到去年G20高峰见面 里面呢都发生两件事 大家可能不太注意 但这两件事是很给人不给面子的 不光是不给中国人 对 和任何人家 第一呢就是在那个火海庄园 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正在飞机上飞 对吧 等于落地这边呢 美国已经给叙利亚发了60枚导弹 对吧 一下车以后就对对对 那么当时我就有说 对我知道这个事 对当时我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 对 说我们打叙利亚了 对 那么当时这个事发生以后 我做了一个点评 就是说大国领袖在见面的时候 双方呢不要有大动作 对对吧 这个呢我我也毫不客气的 我对中国这个提议就是 你外交部的人应该掌握好这个事情 对吧 在和美国见面的时候 就是说两国领袖 领袖要见面的时候 单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对 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重大的事情啊 对 不要在这个时候突发 对 突发以后很很尴尬 对 那么习近平下了飞机以后 对你这60个导弹发到叙利亚 是是点评还是不点评 点评以后怎么点评对吧 那么这是一件事 去年12月1号在 呃对阿根廷那次G20的见面 对不对 呃 当时我们看那个会谈气氛很好 但是就在12月1号这一天呢 加拿大把孟晚舟给抓了 对对对 这个事呢也是很很商人面子 这不倒不是涉及到中国 哪怕其他国家 是 对这个事也是 外交场合没有 对 特别是重大的国家元首议题的外交场合 那么我认为中国的外交部 这次至少和美国的国务院 要谈这个事 就是说在两国元首见面的时候 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 只要属于自己能管控的事情 在这里头不要发生 对 发生以后这个谈判就不好谈了 对 那么我们看到在 布依诺斯艾利斯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场面上看起来还是很和谐的 然后呢大家都是和颜悦色的在那谈 结果呢 这个画面刚一结束这边孟晚舟就被抓了 美国可能是故意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一次呢 中国呢第一呢 就是对这次的希望不大 第二呢防备很足 对对吧 你在这个见面之前 谁知道你有鼓到个什么问题呢 对对对 刚往那儿俩人一坐坐下来 正好谈毛一战那边伊朗大响了 对对不对 这都有可能啊 对不对 你是中断还是不中断 对吧 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 呃我的整个感觉就是 美国现在的这个团队啊 整个这个国家团队啊 从他的这个国务卿叫什么 这个这个 蓬佩奥 蓬佩奥来说啊 现在倒出在 呃已经是不符合外交礼节了 对对对 那么他整个这个团队呢 在国际这个这个事务的处里头 有一些反常的现象 对对 那么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呢 这一次习近平去谈 对肯定是戒备很深的 对对对防范心很强 而且呢我们在分析 从去年到现在是翻来覆去 覆去翻来对不对 这个美国呢指责中国呢 说不讲信用该签了不签 那么中我们从明面上来看的话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不说别的 对特朗普在推特上一会说 我们会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的 对吧我和习近平是老朋友 对不对这个这个呃 总是给人有希望 但是实际上的一次一次 不光是中国 我们这些呃老百姓很多做生意的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进口上出口上都感到失望 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实际上呢 要用中国人的话和观点来看 现在这次去谈 实际上和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在谈 毛准意来讲是 对对 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来说的话 他坚持的原则 我是商人政治家 那首先我要坚持商业上的 一个原则就是说 有力我才起得早 无力我谁起早 起那么早干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一次呢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 那我总是要有获利的 另外再碰上一个什么 大选 对对吧 大选的时候我现在呢 要给我加分 对要给我加分 至于说是谈成谈不成 怎么谈 签不签协议 一定要有利于我的加分 对 如果没有利于我的加分 那么就是再好的东西 我可能也不谈 对吧 还有就是我觉得 谈既是有个协议的话 明天也可以撕毁嘛 对对对 最终还好对吧 对 墨西哥我不加税了 你马上就说这个协议达成了 但不行你这个吧 非法移民我赶出去 要不然我就加你税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切约嘛 就agreement 现在就是说可以朝令夕改 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潜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两方面有一些不太 我是比较乐观哈 那你这讲的也不是说悲观 就是说那只是说多了一个 一个思考方式对吧 我觉得可能从中国讲来是有这种想法 我的预测是两人的一见面 因为从现在来说的话 各种场合来说的话 两人见面的时候没撕过脸 我觉得这次还是不会撕破脸的 对 因为那个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也还是谈到了特朗普是朋友 是我的好朋友 对对对 好朋友 好朋友 特朗普也一直强调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对吧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外交场合说是好朋友对吧 但是都代表着各自的利益 对 所以我想可能表面上这一次 特朗普说我们谈得很好 因为他就给国内交代对吧 但是实际上我对这个下一步的加税的事情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加到头了 再往上加的话 这个承受能力 可能美国也要承受很大的很大的 这就是不是说加了以后是美国的进口商 和老百姓来付这个单 税是税到美国那个国库去了 对吧 不是这个你我之间了 对吧 所以说你现在明显看了整个零售价在涨 对 从Walmart 在Costco 对吧 你就是我们都是日常要采米圆降薯茶 对吧 就明显看出来这个已经涨的 已经在往上涨了 现在这个为什么过去说奸商呢 这一次就 就咱们就体会到 对 刚刚宣布增加2000亿的关税 第二天就开始涨价 对不对 而是美国的制造商在涨 对 商人们反应很快的 对对 你说货还没到怎么就涨了 他说等我下一批货到了 我卖不出去的时候 你来买啊 对不对 也有道理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谈一谈这个 伊朗问题 伊朗问题 美国这个和伊朗这个 隔离隔大几十年了 对不对 对 那么前一段我们觉得眼看要动手了 是 美国也是这个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 对 结果到最后一个 关键是伊朗还把美国一个价值2亿美元的一个无人机给打下来了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 全球鹰 那个照相机照得很清楚的 好像就在洛杉矶生产的 好像是 是不是有中国零件在不好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驳斥美国的说法并公布了击落美军无人机的一些细节 声明说被击落的美军RQ-4全球鹰无人机当天从波斯湾南部的基地起飞 机上电子侦察设备处于开机状态向伊朗方向飞行执行侵略性侦察任务 回程途中无人机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领空 伊朗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20号凌晨4点5分将无人机击落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外长扎里夫的话报道 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已被一方巡获 这个那这次我们觉得肯定要打了 对不对 这美国一定是把它定行为对美国主权的一个侵犯对不对 结果呢最后一刻中这个特朗普又不打了 对然后发了推特说不打了 因为上面没有人没死人 我们这个是这个决定是他们的一个指挥者的一个决策所 另外没死人那个太比了 如果打的话150人会死嘛 对吧 我觉得这点吧 就反映出美国这个他的一些决策层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那个川普手下有个叫Botten 他的国家纪顾问 对很厉害 他就是老要打 对 就是他的手下的鹰派人物要打 那特朗普呢 这个倒是大家如果研究一下呢 他毕竟不是军人出身 对对对对 而且当时他做了一个事在两年前吧 也是一个突击行动 死了一个美国兵 这个美国兵家属 最后他国际都还去了 就是他这个人呢 就是人家说他有人性的一面 就是稍微心软见不得死 当然有人这么说 不过从这一点呢 他确实他到最后一刻他停了 而且这个关键伊朗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们知道有几个邮轮被炸了 对吧 在日本呢好像中国还没有 对吧 还没有 就是说呢当时就是伊朗干的 这个谁干的 谁干的不一样 人家说沙特阿拉伯干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伊朗和沙特在中东 是两个石油大国 但是水火不相容 因为我们认为中东铁满一块 不是 那里头我跟你说四风五电 对阿拉伯人的这个阿拉伯和伊朗 两个等于是这个 有你的油就没有我的油 对吧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美国马上变成 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和出口油的伊朗 对 所以这对我们可能是个福音 我们二十多年没见过两块多钱的油了 去年见到了对吧 以前都是三块四块 当时最近又涨上去了 人家说美国涨价这个是经济好 我这些涨价我是不高兴对吧 我有一个预言如果涨到四块钱 我觉得川普连任这个希望就渺茫了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百姓没有存钱的习惯 他这个巴结就受不了 而且美国还有开车的习惯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伊朗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会往下走 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还好 就是说呢 大家持着这个地方 我的个人感觉 特朗普总统会想半天说 这个打了以后 对我明年选总统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所以现在每件事就跟你说 他都想想 因为他现在最着急的是要竞选连任 如果连任以后 他哪怕承诺多少事 怎么都可以 我先把明年的事先搞定再说 对对对 那伊朗如果说不打呢 想来想不打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打完以后 成了小布什怎么办 伊朗真是把那个 霍尔摩斯海峡给封了怎么办 对对对对 如果真是很多导弹打的 以色列怎么办 对对 你看看地图那个伊朗有这么大 以色列就这么大 对 这是一看这个就是很危险 其实真正想打的 以色列要把伊朗给灭了 对吧 也不大可能 不太容易 因为伊朗这个他的整个跟伊拉克不一样 人比伊拉克多 这个这个 而且他整个国家内部还是比较团结 而且政教合一嘛 所以伊朗问题呢 现在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但我觉得通过这两次呢可能慢慢再缓 对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 两次海湾战争以后给世界提了个醒 尤其是美国的这些敌对国家提了个醒 这个醒在哪里呢 当时我们看到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 对中国的军方震动很大 对 原来战是这样打 对 好 那么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 美国大规模的解决了伊朗 伊拉克的问题 对 那么也看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 对 那么伊朗这些国家呢 在这两次海外战争中 他们已经知道了美国的套路 对 那么对伊拉克来说的话 不了解 因为之前美国这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这种 立体战争 立体战争 或者是叫信息战 他没有尝过 那么这一次呢 伊朗据说这几年啊 他们一直在研究 面对如此的一种攻势 伊朗该怎么办 对 那么这个准备和当年的伊拉克的准备 完全是不一样 对 比如说我听说的消息啊 那么如果你要还适应 GPS这个导航定位 那跟伊拉克的下场是一样 对 就是战争一开始 这个东西跟你切断以后 你整个的通讯系统 连联系不到银 银找不到团 团不知道尸在哪里 最高 这个萨达姆也没法指挥去 对 据说现在全部换装了北斗星 就是说我战争当中的通讯的这一块 中国的了 就我用中国的 包括基层的这些通讯设备 我都已经使用中国了 就是说 除非你是用信息战来干扰我 对吧 那么完全切断 从银上切断是不得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它根据美国这个 因为什么呢 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 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 就是说出于弱国 在被强国的包围之下 与其被人家问中作弊 坐以待毙 束手就擒 不如你主动出击 对 主动出击呢 往往呢 根据这个中国游击战的战略 往往还能够火 比如说中原突围 对 为什么呢 当你的武力绝对强大的时候 你以为摁到那儿那个东西是不会反抗的 所以你在步兵 在调局 但是这里头有很多弱动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知道自己是 就是生脖子一刀 缩脖子一刀的时候 他派出监视部队 突然在你那个某个薄弱的方向上插进去 倒让你是给你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林徐先生这个战旨学的不错 所以呢 这个我就讲像 为什么像朝鲜一直就嚷嚷 我要遇到威胁 我就要动手了 一旦人家动手 你没有还手之力 绝对没有还手之力了 所以面对美国这样的强国 很多军事学家就是说 只有在他准备的时候 你感觉到这一截是逃不掉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主动出击 你出击以后打乱他的部署 或许你还有神机 所以呢 美国在获得这个信息之后 对吧 发现你在准备的时候 人家要动了手 这个事儿对你造成的伤亡会很大 这时候国内的反战情绪 以及认为这个大家的失望情绪 就会出来了 反而对这个连任 对这个特朗普的连任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人们一般就看开战前三天 对不对 前三天要接连不乱的 这个部队一有伤亡的时候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我在飞机上 我就昨天看一个小视频 这个一个苏联 二战的一个苏联指挥官 把那些死丘从监狱里放出来 让他们上前线 对 然后告诉他们 对吧 现在呢我们把德国人呢 德国人在禁锅我们 但是我们组织了强大的反击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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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胜利将是属于我们的 这里面有个囚犯说了一句 吉普不是刚刚丢了吗 指挥官非常不满意 按照战争的法 当时就把他给枪毙了 对吧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看战争开始的 对对对 如果战争的前三天 你拿不到决定性的胜利的掌控权 反而被人家突击了 这个事连任的希望可能就不大了 对 不管以拉克战争现在陷入到 是如何深的泥潭 开战争那几天是确实是很漂亮的 对对 还有我加两点 因为这个现代战争需要很大的费用 其实美国我们知道呢 这个很重要一个双农一定要算的 从军方来讲呢 军主上很喜欢打 但美国真正大规模次制产生 是伊拉克战争 你看那个克林顿战争 美国是平的 对 完了一下就马上次就高起来了 就是打了仗 那那个时候还算师出有名 因为他把伊拉克战了 如果你这么打下去以后你就师出无名 加上我估计呢 这笔钱很重要 对 因为美国这个美军部队作战 都是那种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吧 所以在这点上我是觉得呢 还是争取呢 别太打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打仗还是要这个商机无辜啊 大炮一箱 黄金万两 美国的熊号导弹一个就几千万是美金啊 对 但是呢这个 发上十个二十个 国家次质又该高了呀 对吧 是 那行我们接下来谈谈我们美国国内的新闻吧 对 据说最近要进行2020的人口普查 对美国是十年一次 对 十年一次 好 最近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是2020年有个人口大选 叫Census 很难想像十年前啊 这个爱家户敲梦 基本上就是美国他会 这个时候有些 先给观众讲一下 美国大选之前呢 有很多part time票 有很多工作机会 你可以到人口人去申请一下 看你能不能做个人口普查员 他要是付你的 那今天最大征替就是说在这个人口大选呢 有一个表格 表格里边叫你嫌你是美国公民 嗯 这半年以前就是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每年没有这个东西 那今年的川普总统命令财政部说要加一条 这个案件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说呢 如果一旦写你是美国公民 据说有一千万的美国人 甚至几千万美国人 他不敢写了 为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非法移民是很大的一件事 如果你写了 我不是非法公民 我们家地址详细记住都在里边 那个明天那个is就来了 国土安全部来抓你来了对吧 所以这一写以后呢 会把很多人的竞选 填这个表的愿望 本来你不写他就不愿意填 为什么要填这个表呢 因为这个表填了以后呢 如果州里的人口增多的话 会有很多好处 第一联邦政府会拨款 加州可能要拨 应该是一两亿至少是吧 然后你人口多了以后呢 你的这个选区会扩大 然后你的可能多一个众议员 一个职位对吧 比如加州最多事务 因为我们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 就是今年的美国的大法官决定呢 就是今年不能加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条件不充分 五个 五比四 那最奇怪的 为什么这个案子重要呢 就是美国一个保守派的主审法官 叫John Roberts 他占的自由派的法官一言 我们知道目前的美国大的政治局势 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新的大法官 都是川普总统任命的 你别看那九个人 那九个人的法律下来以后 影响美国全国的 所以说这一两天 美国有很多重要的判例下来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自由派很高兴 为什么就证明呢 美国这个主审法官呢 Roberts呢 他是这次在这个案例 站到自由派一边了 他做了两件事 还是Obamacare Obamacare他也是最后 马上推翻了他同意 他说这是个tax power 是属于国会有收税的权利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不卖 你会被罚款的 那今年呢 他站在美国的四个大法官 两个女的 一个叫Kagan 一个叫Soto Mayor 三个女的老太太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Ginsberg 还有一个Bayer 那边就是川普总统 两个大法官 Gorsuch Kavanaugh 完了再加上黑人Thomas 还有一个Alito 这五个人呢 都是一般来讲的 这个都是政府和个人 肯定站在这我们面前的 对吧 那这个我是非常觉得这个Roberts 他还是有common sense 还是有历史感 还是有责任感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 一个决定下来 会影响很多人 我们下次马上往下看的 一个另外一个案 就是堕胎的案子 堕胎的案子 现在可能很多那个都说 你被强奸了也不行 对吧 就很多州法 你一下这太奇怪了 你强奸就给它生出来 这个就美国南部那些法律 所以在我们看来那就是太离奇的事 但是漫步就通过了 州长签字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在美国 除了这个国会和总统 知道还有一个叫hidden corner 就是一个隐蔽的角落 但是这五个人的那个决定很重要 所以大家呢今天通过这个 跟林先生这个事呢 第一知道这个 今年这个所谓这个人口普查表上呢 没有公民这一项 欢迎大家积极填表 因为什么你填一张表以后 这有点像这个 给你自己和给你的州 会有一些这个好处 特别是华人 OK 我听他们说你 因为上次我和咱们一个 民选的市政官员 他就特别 市长是吧 他就特别鼓励呢 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 不管你是公民 还是不是公民 有没有身份都没关系 对 他说一个人 联邦政府给10块钱 那么10块钱对10万人的城市 就是100万 他100万拿来 那可以干很多事情 对 我觉得第一呢 我们这个听众 观众大家都是华人多 所以我们华人有好有不好 好那就是咱们大家 比较勤劳 比较犯罪力低 不好咱们不关系美国政治 对吧 我们大家对台湾大陆政治更关心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在美国 常了以后呢 要有一个美国公民的这种责任 对吧 或者是他这个resident 就是你驱逐当时他没有人 他觉得很清楚 这个事儿一般来讲呢 告你这个绝对不会到IRS 让人不相信 是是 这个东西就是 行有余计嘛 总统都不能相信 你还敢相信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这个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 美国的执法部门 对 因为美国的执法 因为总统呢 这个可以信口开合 可以说了不算算了 但底下还好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执法部门还是 他这个不光是在美国 在中国也一样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40多年 30多年前我在中国在部委去工作的话 局长讲得很清楚 经常有领导来指示 来讲话 我们工作的执行的时候 不是按领导的讲话来执行 对 比如说领导说这样说了 不行 我们按条文 对 一定要按照我们形成的条文来执行 这我们就概念就清了 对吧 那么领导的东西更多的是 体会他的精神和意图 对 但是真正怎么执行 看文件 美国是按照法律来执行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执法部门还是这个中美两国还是有相同性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刚才声律师提的非常好 就是我们的眼光不但要放在国际大事 不但要放在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问题上 以后我们的节目应该多注重下 这个请声律师多谈一点 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美国的事情 对 尤其是什么呢 油盐酱醋柴 各家都会自己买 对不对 那么国会发生的事 美国总统那发生的事 行政部门发生的事 很多设计的或者州里 县里市里发生的很多事情 在于法律性的 我们有时候想了解 但是因为我们的很多新移民英文的问题 或者没有时间 我们希望声律师以后 在咱们的新闻大点评里头 我们抽出时间 把这一块加强一下 好 谢谢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